有一天問我 你有白頭髮嗎 我說有一點點 他說你 而只見徐柔璇冒白髮 塗一句話大噴淚 愛してる まさかね そんなこと 言えない 徐柔璇將於6月8號 為台日公演計畫 與日本國民音樂組合 KILLER LAW主唱 玉成千春 在新裝合體開唱 聽說準備這場也是 小巨蛋的規格 用心啦 這次的歌詞比小巨蛋 三十幾首加起來還難背 這歌詞真的讓我 壓力很大 因為有很多的日文跟英文 三聲道這樣子 對 就很像我平常的生活 我們這次會滿搖滾的 造型上也要搖滾 喔造型上就是 管他媽媽嫁給誰 什麼 要露很多的意思嗎 所以我到現在還沒想 對 所以就是管他媽媽嫁給誰 我搞不好 一個睡衣就上台了 我覺得到最後才會 睡衣是很sexy的睡衣啊 不一定 我搞不好穿我爸的衣服就出來 因為小廠嘛 成本 成本上面也要控管 他們也覺得造型是有點貴 所以 謝謝 那這下母親節你怎麼說的話 我會趕回去讓他為我過母親節 孩子小說要給他那種儀式感 因為他卡片真的都好可愛 他每一年中文英文都在進步 所以他可以的 寫的詞會越來越多 然後你就會很期待他會寫什麼 他現在還會親 很會 獅子做得很黏 很愛撒嬌 他有一天問我 妳有白頭髮嗎 我說有 有一點點 他說妳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快死掉 晚上睡覺前囉 他就背對我 我就知道他在哭了 他就偷偷的流淚 然後我因為我只要察覺到 我就會去摸他的那個眼頭 濕濕的我就知道他在哭 因為他會不讓我看到 我跟他說我活很久啊 我就說你看媽媽 就是一直在運動 就是要陪妳很久啊 可是妳沒有累嗎 因為有時候妳在孩子面前 反而會更堅強 當他在流淚的時候 妳要讓他安心 讓他有安全感 我知道六月八號 是禮拜四的晚上八點 在新莊有點遠 但是妳一定要克服這一切 妳可以克服這一切的 真的 小朋友找人家顧就好了 我看起來妳應該是有經歷過 很愛我們在裡面的年代 有 我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妳是不是應該來 妳應該也是經歷過那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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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起來很像 如果沒有玩的時候 我會願意全部 對 我 我 來吧